中国国家级著名画家毕宫是云南风情山水画拍的创始人之一。 他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过个人画展, 其中《荒原记》和《巨人的琴弦》等一批作品被中国美术馆等艺术馆和个人收藏。 移民加拿大之后,他继续从事艺术创作,并且热心于工艺事业, 用他自己的作品参与意卖、慈善、捐款等活动。 其实我的画里面以云南为主,还有画一些山水, 就是把现代的东西,把西方优秀的一种绘画特点融入到中国绘画里面去。 他希望能够有机会大家常常聚在一起交流提升, 把中国画的独特魅力扩展到其他族裔群体, 让中国画在一国他乡真正得到传承和发扬。 麻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